帶你來看到馬德里華僑學校 理事會 臺商會 青商會 客家會 以及世華工商婦女西班牙分會 聯合號召全僑舉行孫中山先生 一百五十歲誕辰紀念大會 希望透過這項活動 讓僑姐一同回顧 國父治國理念與犧牲奉獻的精神 這邊就不要了 我們就是兩邊 馬德里華僑學校理事長張淡浪 正指揮國旗掛飾的擺放位置 這場由西班牙馬德里華僑學校 西班牙臺商會 青商會 客家會 及世華工商婦女西班牙分會 五大僑團 在恰拉那餐廳 舉辦的孫中山 一百五十歲誕辰紀念大會 即聯誼座談 包括駐西班牙代表柯森耀 僑務秘書 孫樹立 以及當地僑領都踴躍出席 典禮開始 眾人首先向國父一項 行三鞠躬禮 接著由西班牙 臺灣商會代表李耀雄 世華工商婦女 西班牙分會代表吳京蘭 及張淡浪理事長分別發表感言 透過僑領各自抒發對國父的追思 讓與會人士再次回顧 國父對三民主義的理念與堅持 以及先賢先烈 為自由民主 拋頭顱 灑熱血 奉獻自我的精神 接著由僑務諮詢委員陸錦玲 資深記者莫索爾與僑務 顧問曾細貞 相繼簡述國父思想的精華 大家對於這類緬懷歷史的活動 表示肯定 並期盼僑團未來能多加舉辦 讓海外僑胞相親認同自己的價值 也與國人共同珍惜民主的可貴 僑務諮詢委員自即日生效 會中柯森耀代表僑委會頒發聘書 給僑務諮詢委員陸錦麟 僑務顧問曾細貞 並頒發加冕狀給僑務諮詢委員李耀雄 感謝他在擔任第二十二屆世界臺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期間 致力開拓會晤 推展慈善公益 提升僑商地位 並促進經貿交流的貢獻 最後全體高唱國父紀念歌 以敬重的心情 緬懷國父風範 臺灣宏觀電視張以立 西班牙馬德里採訪報導